这是熊霸最为歹毒的算计 为了除掉聂峰和布京云两人 竟将孔雌许配给了秦双 而熊霸的灵感来源 却是来自于文丑丑的吐槽 文丑丑无意中提起布京云 似乎是喜欢上了孔雌 他之前要把孔雌调走 布京云差点没把他打死 不过这云少爷要只是喜欢孔雌 在身边伺度他的话 那也就罢了 万一云少爷是喜欢孔雌 咱们就会把孔雌许配给他 那就不知道他会闹出什么天然的事 文丑丑的话给了熊霸灵感 让他想出了一条毒计 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分化风云双三人 于是熊霸让文丑丑找来孔雌 声称看到孔雌就想到优弱 想要收孔雌为义母 孔雌只是天下会的一个婢女 自然不敢违逆熊霸的意愿 当即答应熊霸叫起了衣服 很快这个消息传到了布京云的耳中 布京云不经反省 真的吗 孔雌 太好了 既然你成了师父的义女 因为自然离以前不一样了 如今孔雌成为了熊霸的义女 身份还在布京云之上 正好与布京云门当互对 布京云决定过两天就去找熊霸 要熊霸将孔雌许配给他 还不等孔雌出言拒绝 布京云便走上前去将其抱住 要孔雌喊他的名字 造就了风云的一大名场面 布京云抱着孔雌的这一名场面 到了如今已经变成了众人皆知的表情包 甚至就连布京云的扮演者何润东 自己看了都直呼招架不住 言归正传 还未等布京云向熊霸提亲 熊霸就敲响了集合的鼓声 将天下会的所有成员召集在一起 表示有一件天大的喜事要宣布 那就是收孔雌为义名 不仅如此 他还为孔雌挑选了一个如意郎君 听到新郎是秦霸 布京云的笑容瞬间凝固 孔雌的脸色也十分难看 熊霸宣布婚礼三日后举行 临走时还特意看了一眼布京云 难以接受的布京云跑了出去 来到一处瀑布发泄了起来 他的心中陷入了天人交战 如今只有两条路可走 一是放任至爱孔雌架给秦霸 继续潜伏下去刺激除掉熊霸 二是放弃刺杀熊霸的潜伏计划 带着孔雌判出天下会 一时之间不经云难以抉择 难道为了报仇 我就要赦去我心眼的人吗 难道就不能兼得吗 我到底该怎么办 再看同样陷入两难境地的孔雌 犹豫着到底是接受命运的安排 就这样成为秦霸的妻子 还是勇敢一次追求挚爱 大胆地向聂峰表白 而聂峰回到房间发现了一碗猪肺汤 味道和优若煮的一模一样 在优若的刻意引导下 聂峰来到了天下会的禁地福星小柱 见到了大难未死的优若 正所谓天一弄人 就在聂峰和优若交谈之时 孔雌终于鼓起勇气 准备向聂峰表明心意 可聂峰已经前往了弧心小柱 让孔雌扑了个空 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聂峰的身影 还表示买车不知道怎么选 那就点击左下角打开董车地 首页点击排行榜 里面有汽车的销量 降价实测榜等榜单任你查看 可以了解哪台车又便宜又好 要买啥车 看看董车地排行榜就知道 孔雌认为一切都是天意 注定他和聂峰有缘无分 决定接受命运的安排 嫁给情双为妻 可在此之前 他需要好好地劝一劝不经云 免得不经云闹得天翻地覆 谁知不经云当一见到孔雌 根本不给孔雌开口的机会 就迫不及待地吻了上去 聂峰从狐心小柱归来 恰好见到了这一幕 余师兄 你做什么 你何必明知故问